祝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各位朋友平安 大家好 这里是后人信仰与民生频道 后人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是2001年信主 然后2008年 然后是胡钊 然后2010年读神学 就在加拿大多伦多 叫天道神学 然后完成了神学的装备 后来受神护召牧养教会 从2013年到2020年 应该是现在是七年多了 非常感恩 然后神护召我传福音 建立他的教会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护召 那就是说在这个文字上 在这个言语 实功 还有神学理论上 然后有被神使用 现在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系列的频道 这个系列的节目 就是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我们知道圣经 火大精神 然后影响了人人历史 两千来两千来年了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西方文明 是这个 是一个伟大的文明 那么圣经就是它的根基 西方文明也是基督教的文明 那这个大家也说有目共睹的 虽然西方文明现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人类到了一个末世的时代 那么圣经它的这个本意 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呢 圣经呢 它翻译成了两千多种文字 然后呢 有六十六件书 那么如果想搞懂圣经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它写作的时间两千年 三千年以前的 是吧 然后又是犹太民族的 然后呢 跨越的时间是这样 民族跨越这么大 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 变迁也非常大 是吧 从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过渡到这个 这个后来的这个叫 这个大趋势啊 这个到了这个电脑 计算机这个时代 现在属于信息化时代 是吧 那么呢 现在或者是 则不如后现代化时代 人们的思想 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那个明白 圣经的真意 我觉得至关重要 至关重要 在我这个学习圣经 然后牧养教会 讲道的过程当中 那我感觉到呢 圣经的本意啊 这个没有被大众 真正理解的 部分还是很多 然后理解偏了的 那么如何来换发这个圣经的这个生命力 那么让这个大家真正了解圣经 然后把这个建立这个正信 老固的正信 能活出这个属神的属灵的生命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 那么我就把这个圣经啊 整本书根据我自己的理解 神的护照吧 圣经的感动 把它归结成50个话题 那么这个50个话题呢 然后我已经这个分享 这个讲到了前面呢 已经讲了10 已经讲了20 21个了 21讲 我挑着里面的一些内容 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第一个呢 我们要树立这个有神 和神造万物的这个世界观 OK 还有呢 这个我们要理解 神赋予人的权利 OK 这个观点 还有呢 认识人的这个本质啊 人的本质和罪性 还有呢 想的是说 这个国家呢 是要实行法治 神掌管历史 还有那个天赋人权 我现在给大家讲的是 这个关于这个普世价值的最后一讲 这个普世价值呢 我前面已经讲了 这个神是普世价值的 这个富裕者 然后呢 神是这个普世价值的守护者 还有呢 就这一讲呢 我也讲这个 神是普世价值的 集中体现者和代表者 嗯 那就把这个 我们现在最热门的 最关心的人类的 普遍的价值观念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这三观的里面啊 这个价值观 这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所在 我们为什么而活着 是吧 怎么活着才算是合适的 合理的 对 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 对吧 那么呢 那么我们提出这个 很大的一个判断来 是吧 然后进行分解 那么呢 那么我们说起这个普世价值呢 我们大家都相对来说的 不是不那么生疏的 平等的 是吧 自由了 是吧 然后那个啊 这些基本的人的人权的 那么我们这个 那么谁来代表我们这个普世价值啊 它才更合理 谁才能真正能够代表这个普世价值 对不对 你说你东说东有理 西说西有理 美国讲美国一套 是不是 那个日本讲日文一套 中国讲日文 北朝鲜 那个古巴 刚有自己的那一套 是吧 到底是不是 能不能有一个 我们共同的代表者和体现者呢 我说有的 这就是宇宙间 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真神 他就是三位级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那么这位神 他才是普世价值 我们的体现者和代表者 那么呢 我们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 对不对 那么 他把这个普世价值 给大家基本上温习一下 你可能不一定完全赞助我的看法 这个普世价值呢 作为一种价值观 用文字来表述的话 他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讲的是平等 自由 博爱 这是说这个人的一个人的 从这个社会上来讲 从国家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 是宪政 民主 法治 人权 那么这个人权里面 当然也是国家层面的 也是一个个人的层面的 它是交互的 那么从这个 我们从这个正义论 从我们这个什么 它是代表公平 正义 和平 这几个字啊 一个是公平 一个是正义 一个是和平 那和平说的是这个 人们生活的时候 和这个冲突 和战争相对立的 那么这个正义 那么就是说 哪些是正的事 这是义的事情 哪些是非义的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杀人放火 然后偷盗别人的东西 肯定不是正义的 是不是 那么谁是谁的 维护这个 这才是正义的 所以说这个道理 还有呢 从这个人的基本观念上讲 叫真善美 这是我们的本能价值 那么我们这个呢 我们从这个 这个 这个 我们看一看 那么我们主要论题 就是说 神是普世价值的 低中体现者和代表者 这么多价值观念 是吧 那么呢 这个 谁来代表 是吧 那么呢 我们是一个党派 能代表吗 不能代表 你虽然是伟大光荣正义 你不能代表 是吧 对不对 你一个 这个一个国家 是吧 那么是一个一群的人 然后一个专政机关 然后 有这么一个土地上 在这儿 他可能在某些方面 是一个 比较 比较典型的 但是这个国家 是发生很大变化 他也不能代表 是吧 那么呢 谁能代表呢 在我们心目当中 在我们这个 这个宇宙当中 只有这位 这个 造我们的 这个造我们的主 造我们的主 这位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 纯善 纯真 纯美的主 这位神 他才是 那么呢 这个呢 这个真理呢 分散到圣经里呢 几部分的书籍里面 对不对 这几部分的书籍里面 那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普世价值 他这个 在这个诗篇里 怎么说的 圣经里 66件书 有一个最长的书 就是诗篇 他有160章 不是 150章 那么在这个 150章里面呢 有一些经节啊 是非常 这个写得非常棒的 比如说这个诗篇呢 136篇 他这个第一节 是怎么说的 他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看到这里面 对不对 那么你要称谢的谁啊 称谢这个耶和华 这个耶和华呢 是在犹太人 他们这个发音里面 他叫耶 这个叫亚维 这个亚维 他们呢 不敢直呼神的名字 那么他们就是 他们就用这个词汇 来表示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神呢 他本为善 那么神的本性 他自己 那他就是善的 所以那个真善为 不是价值 你是作为一个人 你是行恶呢 是行善呢 那你作为一个政党 你是行恶呢 你是行善呢 是不是啊 你是主张天天是暴力啊 对不对 然后你不听话 我就杀你 我没有什么理科跟你讲的 你是讲理的 我们要法治有道德 我们是讲理的 如果一个政党 一个什么呢 说一个人呢 不讲这个理了 那就是恶了 他就不是善 而神不是 神 他最本根本的东西是善 是Carnedness 神为了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神 就是一方面是善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这个善 就表达成是慈爱 那么这个 在这个 整个人世间 整个这个宇宙当中 善的力量 爱的力量 对不对 他 关心的力量 这个呢 是常 所以说 从诗篇上都这么讲 而 而从那个 我们再往深圳看 他这个 这个 我们说这个普世价值嘛 平等 自由 博爱 对不对 那么 那么在这个博爱当中 就讲的是什么呢 不同民族的人 要彼此相爱 是吧 而这个 这个 不同 肤色 然后那个地位 高低贵贱 这个差别 不以此为基础 而不爱别人 那么 所以说 我是高等人 我特别有钱 我非常有教养 我不许看你这个 这个穷人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美国 这个你看看 历届选了这么多总统 很多人 他们很多总统 都说是信基督教的 但是他们信的 深圳不一样 那么美国 首任总统 华盛顿 他是每天 祷告一个小时 而且是跪下来 拿着圣经祷告的 OK 对不对 我们知道 林肯总统 也是非常敬虔的 是吧 那么呢 那么现在 美国这个总统 现任的总统 那么他也是很敬虔的 很有敬虔的 但是也有口上 称耶稣的 是吧 实际做出来的事情 和那个插旅猜员的 是吧 那么这样 那么有些是为了信耶稣 为了获得选票 是吧 不是真的信耶稣 所以呢 这个信号 他是神 那他这个约翰一书 你看他怎么说的 四章十六节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也就是住在神的里面 他也 神也住在他里面 那么那普世价值 要体现出这个普世价值来 那这个体现这个神 他就是能体现这个神 因为呢 圣经特别告诉我们的 约翰 约翰 他是神的 主耶稣的 他的可爱的门徒 他就在他的书卷里 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 二书 三书 还有这个几十路 在他的五卷书里 特别是在这个约翰福音 和这个约翰 约翰一书里面 他特别强调 神就是爱 神本身 他就是一种 无条件的爱 而且这个爱呢 是贯穿在 整个圣经的里面 那么圣经 他想告诉我们的 那么神 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那么神的 他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普世价值的 基中的体现者 基中的体现者 他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普世价值的 基中的体现者 和代表者 那么谁能代表 这个普世价值 你就找神去 你从圣经里找神去 你找到了真正的神了 你也就找到 这个普世价值了 如果别人和你之间 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纠纷 纷争 到底这个东西 是不是普世价值 那你看看 圣经里我们说 这位神 有没有这个属性 神是不是代表这个 所以说我们看到 圣经里 在这个约翰 一书四章的时候 他就特别强调了 神是信 神呢 他是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那么呢 在这个 圣经里 这个 旧约和新约 在旧约里面 前面五经 叫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呢 它这个叫生命纪 而这个生命纪里呢 把过去的律法 又重申 这个 生命了一次 归纳总结了一次 在这个生命纪里面呢 那么七章九节 你看怎么说的 他说 所以你们知道 耶和华 你的神 他是神 是信实的神 他向爱他 守他肩命的人 守约 使慈爱 直到天难 他再一次 在这里面 又说这个神的慈爱 所以这个爱 它代表神的属性 所以我们 在这个 整个我们的 普世价值当中 就包括这个不爱 就包括这个不爱 那么有的人呢 就是因为 某一个总统的 出身的背景 不像他们的政客 然后呢 处于一个 普通的这种 商人或家庭 他就瞧不起他 然后呢 一直来蔑视他 然后在诋毁他 然后呢 不管他是 所以呢 这里面实际上呢 他也是对这个 普世价值的一种 灭视 不管他们口口声 说什么 但实际上都没做到 他也 这个 诋毁了 这个 他神费 他的人权 虽然他们法律上 人人平等 每个人都有选取权 和被选取权 他真在选的时候 就因为他的出身和背景 他们对他 灭视 批视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非常不合理 后来呢 这点我特别强调啊 就是说 神是信实的神 是信实的神 那个普世价值 也包括我们的诚信 我们很多事情呢 不一定是到法院打官司 也不一定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一定立个什么 这个合同 立个什么合同 而是说 把神的属性 OK 我们这位普世价值之中 基中体现者和代表者 他代表了什么 神是信实的 这个诚信嘛 忠实的 他说到做的 对不对 他说到做 他的承诺 从来他不会实验 他不会实验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普世价值 他是他的体现者 和基中体现者 你在任何的地方 任何人 没最大的伟大的人物 你也找不到所有的 这普世价值 他也不能这么大 他只能体现一部分 你比如说 那我们知道 前几年 这个南非总统 南非总统 曼德拉 人们特别高看他 他被联合国选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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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巨人 是2013年 这个世界的巨人 是吧 等他去世的时候 世界各国元首 然后到他 到那个南非 去给他参加的葬礼 为什么呢 就是他因为 坐过23年的牢 OK 等他出狱以后 他那个没有和 他作为黑人的 然后做了总统以后 没有和白人算账 没有复仇 而是继续努力 实现南非的和解 他就把这个和平 就是他这个和平的缔造者 他在这方面 做的非常出色 可是他其他方面 也有很糟糕的地方 是吧 也有很糟糕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白人统治下的南非 上次是一个非常繁荣 人民这个安全的一个国家 是吧 虽然有不合理的地方 是吧 但是一旦把这个权力 交给黑人以后 现在南非各种问题 传出来了 是吧 等这个 就是说 这个 一个人 他是有很大的缺陷 是吧 他不能满足 这个 这个普世价值 全部的标准 而且 他是有很大的水分 很大的水分 所以我们在这个 不管 这个 什么条件下 对吧 我们他是 我们是人 把他当人 不能把他当神 不能当神 这神只有一位 而且是三位一起的 圣父 圣子 圣灵 对吧 圣灵 那么你拜 你这个尊敬一个人 但不能到了崇拜的程度 把他神化 对吧 对吧 那么到现在呢 这个 我知道 这个 因为现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美国这个 再任总统 川普 这个 有很多意义 但是对他有很多人叫法 叫川粉 什么的 那么呢 他 不管川普总统 非常伟大 非常能干 他也是 在这个 美国历史上 可能总统当中 非常一个出雷八字的总统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他当神 拜 他自己也不把 也不应该 也不会应该说 把他自己当神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个伊赛亚书 这节 这个第六节的经历 是非常棒的 说明这个 神呢 是这个 普世价值的 集中体现者 那么伊赛亚书 第九章 第六节 他说 有一男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权必担在他的肩上 然后呢 他的名为 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那么这位神呢 正权担在他身上 那么把地上的权柄 最终的时候 一定要落在他的肩上 第一次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 真正的掌权 他是神 再是后面的一个 看不见的手 掌权 他在引领这个世界 往好里走 但是有时候有破者 但是耶稣一旦再来的时候 他就是全能的神 他就是代表这个普世价值 在耶稣基督身上 你看到了仁爱 你看到了和平 那么你看在耶稣基督身上 你看到了 他授予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每个人的权利 他甚至授给我们永生 让任何人 让信他的人不知命 我们反正永生 那么他就是和平的君 这就是普世价值 他一种体现的 体现这个和平上 有人对耶稣基督 他是不是体现这个 然后呢 引用圣经的 这个马太福音上 一些话语 他说我耶稣来 我不是为了跟你们 这么和平的 我是来让你们争斗的 一定要理解这个背景 因为耶稣来 当时那个世界 他们都是世人 那么耶稣来 带着观念 和他们引起了很大的冲突 他们不了解这个弥赛亚僵尸 所以他带着观念 他现在要死在十字架上 他要成熟救赎工作 那些人不理解他 他一定会在家里打架 但是耶稣 他就是和平之君 他来的地上 你打我的左脸 我把右脸给你的 你让我陪你走一厘度 我陪你走三厘度 他是忍让的精神 当然并不是说 耶稣基督他没有原则 那么神 他是公义的神 也是人爱的神 他讲的这个道理 是耶稣 他是公义的一方面 人爱的一方面 然后呢 不为事事都给人去争斗 但是该争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接受神 把神的公义给活出来 把神的公义给活出来 好吧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 那么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不接着我 没人到父那里去 那么这个普世价值里面 也包括真理 这个真理 各种各样的真理 特别是关于这个 普遍接受的真理 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就需要和平 那么我们的真理 我们要认同我们有一位神 那么神是掌权的 如果你和神抢权 你给神争斗 是吧 那把本来属于神的权利 然后呢 你抢 你滥用 是吧 这已经是 已经不是普世价值的 那么呢 启示录啊 第二十章 第七到八节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证的 杀人的 隐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些说谎的 他们分 他们的分就烧在 硫磺壶里 他们的分就在 烧着的硫磺壶里 硫磺的硫磺壶里 活人死人 那么审判这个 活人死人的时候 那么呢 他要行使这个公义 那么行使公义的 普世价值 他这里跟我们讲的 什么呢 那么他 我们现在的普世价值呢 他要审判这些人 你这个杀人的 行邪术的 OK 拜偶像的 OK 那么这些 行邪术的 说谎的 就违不了这普世价值 因为神 他是体现了 他体现了诚信上 是吧 OK 然后这个 遵守法纪上 OK 起码呢 你这个人 要有道德 要有法纪 这些道德 我人类所 普遍遵从的道德 法纪是十万重要的 我生活过三个国家 中国 然后呢 日本 加拿大 最短 日本七年多 在中国有二十多年 然后在加拿大 快二十年了 那么在生活 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什么样的国度 我们都有道德 而且这道德规范 基本上差不多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说呢 那么神呢 他是 只有他配得成 配得作为 普世价值 这些公平 忍爱和平 正义 然后 这些这个 这个真善美 圣洁 这些他的最 体现者和代表者 体现代表者 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何组织 没有任何政党 可以代替这些 没有任何政党 那么 我们愿呢 这个 这个一切这样的 非这个普世价值的 然后呢 这个有备 这个普世价值的 是吧 有备普世价值呢 这个要 我们要远避这些东西 然后呢 伸张 普世价值 让我们的社会呢 更加美好 然后更加像神 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分享的 神是普世价值的 这个集中体现者和代表者 希望你喜欢 今天我们所讲的 OK 那个转发点赞 然后那个 这个订阅本频道 广传播 然后把这个 这个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然后告诉大家 然后你的这个家人呢 朋友啊 还有你自己的群里 OK 谢谢 OK 我们再见